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放暑假了 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 对大学生来说 暑假可能是打工或者是外出旅游的好时机 但有些人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在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 我们看到有原住民的年轻人 趁着暑假回故乡传承文化 把握难得的机会 更深入认识自己的部落文化 位于台东县东河乡 法福古部落的祭典广场上 有许多青年返乡的身影 高一红便是其中一位 我叫高一红 然后我的主意名字叫撒福路 然后我是来自东河法福古部落阿美族 目前就读于中原大学设计学士 原住民专班的易鸿 自从小学搬到台北之后 便比较少接触到原乡的文化 不过小时候在部落生活的记忆 促使他上大学后重新回到部落 希望能多跟老人家学习传统记忆与文化 然而现实上却面临许多困难 像是由于事前准备时间较少 因此丰年纪会常改用组合式帐篷 取代传统的茅草建筑 现代技术的使用 却也使得青年感到传统记忆 逐渐失传的焦虑 可是现在因为时代在变 大家都要回去工作 台北人在台北 会回家人就很少 相对的做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他就很少 能做的事啊 他没想回来啊 还没办法 故事有个答应 一个是一起考试 结果没有回来 就这样 虽然返乡之路受到许多阻碍 不过传承文化的使命感 是部落青年坚持下去的动力 一些族人对于文化传承 还是抱着着乐观的态度 我就觉得慢慢来 但我现在蛮开心的 就是说很多老人家 他们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会很感动 虽然仍有许多 带突破的困境 但青年希望传承文化的热情 令部落长辈感到欣慰 部落也持续用心 安排活动吸引族人回乡 希望在各个世代的努力之下 能将文化的火炬 不断传承下去 从小在台北认出的 太阳青年一干 目前就读台湾大学 保育系二年级 这个暑假 他决定将大部分的时间 待在乌来的老家 又盖着寻根之旅 就从织布开始 最开始回来 是回来学织布 然后来也有去文物馆 学组编 还有唱组语歌 然后现在也会跟我奶奶讲 跟我亚气讲太阳 还有就是跟人相处吧 因为其实人就是文化 生活就是文化 提起自己在部落所学的各种事物 有改称虚地说 他还在初步探索的阶段 至于为什么会浓身了回到部落学习文化的念头 源自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就是高中的时候 就会 老师就是 老师或同学就是要登记分数 然后每个人要喊自己的分数 然后那个时候 喊到我的时候 我就说高掌 可是喊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就在想说 为什么我讲的就是太阳远 我自己是太阳族人 我自己为什么不会讲这类的一点 可是后来又想不到说 其实我也是闽南人啊 因为我妈就是讲 就是从小也是有跟我讲台语啊 慢慢的慢慢的就是知道说 我其实自己是有 自己是有很多的身份 接纳自己多元的身份认同 使得有改更能用开阔的心情 去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 原住民青年 原乡扎根 传承文化的用心让人感动 深入现场的体验跟感受 是学习的重要关键 一群家长也非常的有心 在暑假带着孩子到平林 进行亲子供学 他们学习采茶制茶 让在都市中长大的孩子 对农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今年暑假 儿童环境教育平台小人小学 举办了六场妈爹小学日 第一场来到新北市平林的茶园 与平林台湾蓝锤茶团队合作 将台湾珍贵的生态环境 化为教室 吸引许多亲子一同参与 大家们出来认识一下 就是平常喝的茶从哪里来 然后山上的环境是怎么样 我们从2013年开始有这样的名称 2015年的时候 我们成立一个社会企业 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去让整个平林 可以透过没有农药 把没有农药变成品牌 让茶农参与我们的品牌 让消费者进来到山林内认识茶农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 台湾土地的原汁原味 是这样的茶叶 亲子共学是小人小学的核心概念 主办单位特别限定 亲子必须一同报名 也针对孩子个别的学习状况 设计任务 我们整个团队里面的课程有个最核心的价值 就是我们希望教育是家庭的基本单位 所以我们每一堂课一定是限定亲子 而且我们会为每一个孩子设定他专属的任务 这一次有星星 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网络上很红的小朋友 那其实他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我们发现他注意力不太集中 所以这次特别给他的任务是要采一心二业 因为他是有指态任务 有针对小朋友的个性 可能要克服他们的一些 矫正他们一些行为 或者是亲子之间的这样互动 所以我想来试试看 小人小学将教育亲子以及农业议题结合 让这些对台湾社会有益的概念 有机会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知道公民记者朋友 您是不是还知道有哪些 在暑假进行的有趣活动 或者是感动的故事呢 欢迎您透过镜头记录下来 上传到Pippo公民新闻平台 跟我们一起分享 Pippo Webcast 我们下次见